组装一台和PS5性能相当的电脑需要花多少钱 需要什么配置 这个视频我从画面和帧数这个角度和各位分享一下 现在是2022年的12月 首先我们先确认一下PS5它支持4K120帧HDMI 2.1 但是游戏的实际表现或者它的性能输出是怎样的呢 比如COD19 PS5版它输出的是2K120帧 战神5它输出的是2K80帧 机品飞车22输出的是接近4K的分辨率60帧 在27英寸的4K分辨率的显示器上 这个2K分辨率和4K分辨率的游戏效果区别不大 但是同样是4K27寸的显示器 它显示1080P的分辨率和2K分辨率的游戏画面区别很大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脑能达到PS5相当的水平呢 其实主要就是显卡 显卡要输出2K分辨率 在游戏默认高特效的情况下要稳60帧 平均帧至少得在80帧左右或者更高 有的游戏最好能达到120帧 也就是说2K分辨率默认高特效 要稳60到120帧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优化 因为PS5也没有什么特别优化 那这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显卡呢 我们来看一下天梯图 需要一块RTX3060Ti到3070这之间的显卡 或者AMD加的6700XT或者6750XT 就是这个区间的显卡 目前这个时间点 3060Ti到3070价格是3000到4000块钱 6700XT和6750XT目前价格是2600块钱 如果你喜欢这种3A大作画面特别好的游戏 我更推荐AMD的显卡 如果你又有视频剪辑需求 我推荐你用NVIDIA的显卡 那个3060就不要选了 3060算不上是一个2K卡 2K分辨率的显卡还得是3060Ti到3070之间 这个性能才可以 那个2080Ti也不要选了 它太老了 新卡已经没有了 配这样的显卡 整机要多少钱呢 目前我看到的价格是 比如一个12400的CPU 再加上一块B660的主板 再来个16G的内存 因为光是一个显卡就要三四千块钱 CPU和主板套餐也得小两千块钱 还有内存硬盘等等等等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下集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PS5和6000多块钱的电脑 画面虽然差不多了 但是玩游戏还差了什么